早安,我是Melody 現在是早上八點多,今天心血來潮 突然想拍一個Working Vlog 因為現在疫情,工作從家 今天要開會,我又化妝了 所以我突然想,不如給大家看看我一天做什麼 我今天也有很多會要開的 第一個會是早上九點,下午有兩個會 晚上十點多,好像還有最後一個會 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我先回覆一些比較緊急的電郵 待會有時間再跟大家聊聊 我一開始,我Work from home 都會在床上開始工作 到差不多下,才會出到我的Working Area 我回來了,回覆完一些最緊急的電郵 開會之前還有少許時間 跟大家說一下投資銀行主要有什麼部門 還有我所在的部門是做什麼的 大家經常覺得投資銀行好像很神秘 尤其是最有興趣應該是前台部門 因為大家覺得最賺錢 其實都真的 第一個就是我所在的 Investment Banking Division 投資銀行部 然後有Sales & Trading 銷售與交易 然後有Research 研究部 然後是Asset Management 資產管理 和Private Banking私人銀行 甚至在Investment Banking 還有細分 主要是Industry Team 行業組和Product Team 產品組 行業組 顧名思義就是 你只會做行業的項目 你遮蓋的都是行業的公司 但那一類型的公司 都有很多項目會做 他可能做上市IPO 他可能發債 可能做M&A頂購 全部都關你 那Product Team 產品組 就是反過來 我們是什麼行業的公司 都可以接觸到的 可以是科技公司 可以是醫療健康公司 能源公司 銀行 保險公司等等 但是呢 你只專注做一個Product 譬如我自己就是做 Equity Capital Markets 股票資本市場 我只專注做幾件事 最常見第一個就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是一間公司 第一次把股票賣給公眾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增發Follow On 就是 一些上市的公司 可能還需要籌集資金 去啟動新項目 這個時候 他就會發更多股票 給人去買 第三種 最主要就是Sell Down 就是公司現有股東 他想徒染 一般散戶就可以直接 找個手機APP 賣掉股票 但是大股東 一賣是說賣很多 你直接丟出去的市場 股價就會不跌 所以他們都要找投行做中間人 這樣就減低對股價的影響 主要是做股票相關的所有項目 各項各項都會接觸到的 好 時間都差不多 我準備拿電腦回到我的工作區 就不會再繼續躺在床上 不然又會很想睡覺 好 待會有時間再跟大家聊天 作為投行食物鏈底層的我 其實開會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用怎麼說 但也有兩樣事情要做 第一樣很基本 就是搞清楚項目的進度 雖然老闆有時候都很好人 會跟我們說 時間表大概是怎樣 然後我們的團隊下一步要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客戶的要求 是我們要去做的 但老闆不是每次都有時間的 而且沒有東西直接得過 你直接去聽他和公司 和潛在投資者的對話 而第二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作文書 在會議期間 如果公司有什麼額外的資料想知道 或者潛在投資者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後都要跟進回 而很多時候 一個投行分析師 是不止跟進一個項目的 所以在開會期間 除了take note之外 都會一邊回覆其他項目的email 或者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用powerpoint去讀slides 所以是需要multitask 一心多用的 做了整天晚上 終於到午餐時間了 我的午餐 多數都會比較健康 少點澱粉 免得下午睡覺 忙起來 很多時候都要在電腦面前吃午餐 但有空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去梳化那邊吃 或者不是work from home 以前在辦公室都經常 會跟同事出餐廳吃飯 吃完飯之後 又回到工作模式 其實我也糾結了很久 應不應該拍這個vlog 因為我覺得我的日常生活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應該都很悶 就是做事、做事和做事 再加上 因為工作上處理比較多 機密資料 譬如一些即將上市的公司 所以我也不可以拍攝 給大家看我正在做什麼 順帶一提 在投行工作 其中一樣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突發事件、突發要求 除了預先準備定的會 之外 很多時候都是那一天 才知道有什麼工作 而那個deadline 有不少時候都是即日 或者最遲是第二天 所以都挺考驗人的應變能力 而這一天為例 除了開會的時候 我要確保所有人準時上線 和take notes 之外 我主要做的就是 嘗試發行規模分析 在一間公司上市的時候 如果發行太多新股 就會過分稀釋 現有股東的股權 但發行得太少新股 就會造成後市流動性不足 所以我都會在Excel 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但都是加減程序 我相信就算你是中學生 如果懂得用Excel 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在投行工作的感受就是 我不可以代表所有人 但我自己覺得 做的事不是很複雜 但就要求你要快而進 話這麼快又到晚餐時間 有一陣子我很喜歡 叫這間韓國食物 道理和午餐差不多 就是那天晚上 如果我知道我要工作好一段時間 我就會減少吃炭水化合物 希望自己不要那麼容易眼睡 而這間韓國食物的飯卷 是可以將白飯變成蛋絲 所以有一陣子我就很喜歡叫你吃 那吃飯那時候 如果是work from home 我多數都會一邊看電視 一邊查email 對 我知道這樣不太健康 吃完飯 我已經換了一身運動裝 我決定趁這段時間 用switch做一陣運動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還沒消化完 但是我一陣子十點多 還有一個call要打 我就趁這段時間做一陣運動 我就沒有時間做運動 就是做這份工作是很容易很容易肥 一例就是全日久坐不動 十幾二十個小時坐在電腦面前 然後走都未必有時間走 蒙喜瑟上來 然後另外就是meal allowance 不早不覺會叫多了 就是你會想用盡 allowance 然後再加上 我不知道這段影片會什麼時候出 我就是剛剛農曆新年後拍的 我聖誕家新年肥了差不多五磅 所以我要快點減掉它 然後我決定就是用這個just dance來減肥 話說我真的很噁心 我是從小到大都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我沒有買playstation 沒有買switch 然後連出賣年齡系列的tamagotchi 我也是沒有玩過 然後去年公司聖誕抽獎 我就抽了switch回來 從此我就發現 原來switch上面的遊戲 很多都很適合做運動 就是用出身汗減肥的 還有跳舞也不錯 雖然我跳舞是極差 我是手腳極度不協調 然後很僵硬 但是我覺得一隻舞 三四分鐘就跳完 萬一我突然有工作 我也可以回到我的位置做事 另外就是出身汗減壓 我覺得也不錯 所以我現在不多說了 我決定去做一陣運動 然後再繼續做事 不是開玩笑 每次玩這個遊戲都很爆汗 我想說我是跳了半個小時 中間是斷斷續續的 我試過是跳完三四分鐘 回去回覆電郵 然後再繼續跳 都沒有了這個爆汗消脂的狀態 所以真的很好 又好玩 又不會覺得很辛苦 美中不足的就是 我應該不是很夠時間洗澡 我現在要換回正常的衣服 開了會再做一點事情 然後再去洗澡 好 跟大家說著 Yo 大家 我回來了 然後我現在終於除了Con 換回眼鏡 其實我覺得 戴眼鏡是醜過不戴眼鏡很多 所以 我都很少 是眼鏡看照鏡 但Anyway 我現在要迎接我全日最期待 還有最舒服的時刻 就是Me Time 我最喜歡 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看Youtube 然後我就 例外追蹤狼人殺 其實我看這個節目 已經追蹤了好幾年了 有沒有同好 娛樂八分八 有同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相應 其實大家覺得 投資人行的工作時間很長 這一點都無可否認 就算有空的日子 早上晚上九 早上十晚十一 都走不掉 但是 是不是每一天都做到 凌晨四五點 甚至通頂呢 那就絕對不是 我記得是有這樣的日子 我第一年入職 接著 20年 接著 那年的Stock Market 又非常之好 所以 都有不少的日子 即是熬到凌晨三四點 接著 還有洗澡 收拾東西 都可能搞到四點五點才睡 但是這種狀態 又不會持續很久很久 所以我覺得 都還能接受到 反而是現在我自己很差 就是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習慣了夜睡 就算有時候 早睡 例如今天也是做到十二點幾 這樣就下班 那洗澡出來 也是一點左右 我都要吃到自己 是兩點幾三點才睡 我都覺得這個生活模式 不是很健康 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覺得都不算睡得很少 就是當我兩點半這樣睡 然後 多數時候 如果沒有很早的會要開 我都可以睡到九點半才起床 就是多得 工作從家 我九點半一起床 坐在電腦面前 就好像平時上班 但是 夜睡好像始終不是很健康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我 可以令我改善這個夜睡的習慣 我的頻道經常都叫大家早點睡 形成多些好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 自己也有這個夜睡的懷習慣 所以 我也需要大家來編輯一下我 好了 我都不跟大家聊著了 我要去享受我的面前 不知道大家覺得 今天這段vlog會不會很悶呢 但是 沒有辦法 平時我的生活真的這麼苦悶 大家對我的vlog有什麼意見 或者還想看我拍什麼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提醒大家 雖然我今天是拍vlog 但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DSE 和IOS的讀書心得 考試技巧 有時候都會跟大家分享 英文方面的小知識 不想錯過我之後分享的精創內容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旁邊的小鐘 我下次一出新影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平時我只會promote我兩個學術的instagram 我還有一個是personal的instagram 也是公開的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個人照片 我不覺得大家有很大的興趣 也可以去follow一下 好啦 不唱不唱戲 我要去戲 下次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拜拜 我會想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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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看你的